好 请问现在需要点菜吗 稍等一下 这里都没有怎么变 你怎么突然回国了 无聊呗 你想我在国外的话 天天要面对那些老古董 还要赔笑脸给他们 一点都不好玩 但你做得很好啊 海外这个季度 同比增长百分之三十呢 不不不不 周知斐 你一见过你就跟我聊工作 你怎么越来越无聊了 换个话题 好 那 我们结婚吧 拒绝 你怎么又拒绝我 谈恋爱了 没有 那你说你单身二十六年 你想什么呢 我现在只有工作 没有身权的打算 我们两个金如此优秀 天造地设的一对 生下来的孩子 你是最可爱 最棒的孩子 我们是不可能的 你好 请问现在点在哪儿 稍等一下 我们要再聊一会儿 好的 恒华 周知飞喜欢你吗 什么 没有没有 绝无可能 我们只是工作上的关系 真的吗 真的 千真万确 天敬良心 我也觉得 你们两个感觉不太配 我们开始吃饭吧 花花 你平时喜欢吃什么 肉 我喜欢吃肉 这家M9和牛非常棒 我觉得你会可以尝一下 M9和牛 怎么啦 M9和牛 怎么了 哦 嗯 没事 吃牛肉好 庄立 嗯 您好 帮我拿一块上等的 剃骨牛排 五分熟 把牛放回去 还可以活蹦乱跳那种 然后再帮我加一份三味 一沙拉 再要一栏 松露玉米面包 加蜂蜜 你去饿了很久了是吧 我是看到你 我才觉得太饿了 这 这 太贵了吧 季小姐 要不你们两位吃吧 我先回去了 哎 花花 怎么那么可爱呀 这段肯定老周买单 你随便点 是不是老周 嗯 随便点 那也不行 我欠周总的 已经够多了 不行 不行 你随便点 不收你钱 不行 要不你从我工资里扣吧 师傅过你怎么中据啊 我都说了随便点了 师傅说过 我 知识不饮道权之水 连者不受接来之时 小梦 要一份配菜沙拉吧 谢谢 那你想配在什么菜旁边啊 配 水旁边 你们这里水不收费吧 不收费 那就好 那就好 嗯 给我一份 奶映蘑菇汤 再有一份和牛 谢谢 好的 稍等 所以季小姐和周总 家是世交 而且你还算是她的上司喽 可以这么这样说吧 是吧 嗯 想不到季小姐这么年轻 就这么厉害 佩服 啊 霍华 嗯 你在公司是干什么职业的 我目前也就是打打杂 负责她的身体 负责她的身体 你不要看她好像白白净净的 其实她虚得很 一运弄就晕 体力也差 说话你会说什么呢 你还不承认 你如果不按我说的去做的话 你的身体很快就会夸掉的 还你说的做才会夸掉 等等 所以这个工作是你自己安排的 我也是受周爷爷执托 周爷爷 周爷爷和我师父呢 是生死之交 说来话长了 总之 周爷爷带我很好 不但给我工作 还对我十分关心 这份恩情 花花无以回报 原来你跟周爷爷 都这么熟络了 花花 我记得你功夫很好 我自幼跟师父一起习武 算是还可以吧 那还真的蛮巧的 我从小就练跆拳道 大大小小的奖项 也拿了很多了 想到季小姐也是习武之人 而且事业还如此成功 厉害 我们要不要切磋一下